第37题,小杰在实验室用双氧水与二氧化猛制备氧,预定收集三瓶广口瓶来做实验,当他收集一瓶后,发现氧气产生的量变得很小,若当时导管是畅通状态,则他应该如何操作才能继续收集到足够的氧气,当我们发现氧气产生太少,就表示我们的双氧水快用完了,因为氧气是从双氧水而来的, 所以我们必须要增加双氧水,才能够增加氧气的产量,我们的选项BC株,这些方法加入二氧化猛,加入纯水加热,最多最多只会影响反应的快慢,并不会增加氧气的生成量,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,则他应该如何操作才能继续收集到足够的氧气,我们答案选的是A,从季头漏斗再加入双氧水